毛主席的表弟曾六次提出到北京看他 可均被毛主席拒绝 这是为何 1949年 家住湖南韶山杨林乡的毛泽荣 产生了去北京看望毛主席的念头 毛泽荣的祖父和毛泽东的祖父是亲兄弟 他们堂兄弟之间自幼关系亲后 毛泽荣管毛泽东叫三哥 毛泽东则叫毛泽荣迅武帝 建国那一年 当第四野战军46军138师路过韶山时 该市市长主动派人寻找毛主席的亲戚 最终带着毛主席的堂弟毛泽连和表弟李克前往北京 后来毛主席在中南海招待了他们 还留他们在北京住了一段日子 住在杨林乡的毛泽荣得知这个消息后 内心很是羡慕 毛主席的几个兄弟在革命战争岁月都吃过很多苦 早期的时候 毛泽荣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 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派追杀 在外流离了十年才赶回韶山老家 然而等他回到韶山之后 才发现族产已经被人变满 无奈之嫁去往杨林乡投奔祖父 在得知毛泽东当上国家主席后 毛泽荣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骄傲 同时他也想和弟弟毛泽连一样 能够有去北京见三哥的机会 当毛泽连从北京回到韶山后 他特意向毛泽荣带来了毛主席的问候 原来三哥并没有忘记老家的这些苦兄弟 反而对他们很是惦念 这令毛泽荣感到十分欣喜 随即萌生了给毛主席写信的念头 毛泽荣没有什么文化 写信也只能找人代笔 他想说的话很多 但是却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 在经过好一番死真俱拙之后 才将这封给毛主席的信写好 在发出这封信后 毛泽荣就不止一次地和村里人说起 自己很快就要去北京 看望主席三哥的事情 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等他再次接到来自主席的回信时 已经是1952年 当毛泽荣兴高采烈地拿着信件 拜托人来到家里念信后 主席的回复却让他感到失落 主席在信中写道 泽荣贤弟多次来信 君收到了 你今年不要来京 明年再想吧 顺住健康 得知主席让他在这一年不要去到北京 毛泽荣心里不由地犯起了嘀咕 在等他回信的两年时间里 老家又有毛宇居 文健全 文韵昌等人去往北京 看望毛主席 但是主席却不让自己去往北京 难道三哥与自己的关系 就真疏远了 彼时远在北京的毛主席 整天忙于处理国家大事的各项公务 确实顾不上接见老家的亲人 在此毛主席 是个原则性极强的人 对于写信来求官的至亲家人 一概推举 从不曾以权谋私 一向都是按规定程序办事 对于亲人来经一事也是很慎重 然而毛泽荣却不晓得主席的心思 只是接着给三哥写信 1952年 毛主席在给毛宇居写的信中 特意提到了毛泽荣 主席在信中拜托毛宇居 带他向毛泽荣转述回复 还在信里付账了200块钱 让毛宇居交给毛泽荣补贴家用 主席的资助缓解了毛泽荣不少的家庭困难 然而他还是想到北京去看望三哥 随后毛泽荣在时隔一年之后 又给毛主席写了信 在信中表达了 自己想去北京看望三哥的想法 同时还附带寄了一些家乡的土特产 这一次毛泽荣很快就收到了毛主席的回复 信的内容如下 荣泽贤弟 4月9日给我的信及汇赠的食品 均已收到 谢谢你 因为你眼睛有病 路上行动恐怕不方便吧 似乎不必来京看我 你有困难可以相告 替你设法解决 此复助你身体健康 从这封信中不难看出 毛主席着实是为了自己的堂弟用心良苦 他不仅一直记挂着堂弟的眼疾 不想让他在路途上来回奔波 还直接点名 可以去设法帮他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毛泽荣在收到这份回信后 对毛主席的关心 很是感动 但他也难免会为毛主席 二度拒绝自己去京 感到失落 谁知就在五个月后 毛泽荣便得到了一个 去往北京的机会 1953年10月2号 毛主席母家亲戚 文九明找到毛泽荣 说要带他一起去北京 见毛主席 起初毛泽荣 还一副不敢相信的样子 直到文九明 拿出了毛主席寄来的信件 在信里 毛主席特意嘱咐文九明 说堂弟毛泽荣没有出过门 拜托一路上 对他多多照顾 同时细心交代了 毛泽荣的路费 由他来出 告知二人 不要带任何礼物 只要人来即可 在毛主席体贴的关心下 毛泽荣终于在 1953年11月上旬 来到中南海的 菊乡书屋 得以与毛主席相见 久违的相见 使这兄弟二人 分外激动 自见面后 仿佛就有说不完的话 毛泽荣 一口一个三个的叫着 亲切地和主席说着 老家近年来发生的事情 毛主席也像儿时一样 称呼他为迅武帝 对他目前的家庭情况 很是关心 此后 毛泽荣在北京 居住了一个月的时间 在这一个月时间里 毛泽荣对三哥 如今的生活与工作 有了更为细致的了解 他发现 身为国家主席的三哥 穿得仍是 置办了好几年的旧衣服 饭时 也都是家常小菜 没有什么荤腥 个人的生活极为简朴 为此 毛泽荣曾建议主席 要吃得好一点 多一点 这样才能保障身体健康 听到这话的主席 笑着对他说 我们国家底子薄 人民生活还有困难 我们当干部的 要时刻为人民着想 不能贪图安逸 尽管主席并不在意 自己的穿戴饮食 但是对毛泽荣的眼疾 却很是重视 在那段时间 时常告诉他 要保护眼睛 在毛泽荣等人返乡之际 毛主席赠送他 三百元的生活费 一件青泥子大衣 一套被褥蚊帐 以及一只皮箱 这些都是毛泽荣 日常能用得上的东西 后来也被他 好好地保留了下来 在之后的1954年 与1955年 毛泽荣每年 都会上京 看望毛主席 毛主席同意 亲戚们来北京 看望自己 一方面是为了 和家人 共许亲情 另一方面 也是为了让这些家人 能够向自己汇报 有关农村面貌的 真实情况 在毛泽荣第三次 来到北京 见毛主席时 就曾向他反映过 农村在青黄不羁的时候 还是会有人 吃不饱的情况 毛主席对于毛泽荣 反映的情况 很是重视 当晚二人 在菊香书屋 谈话在深夜 谈及到了不少 关于农村合作化的问题 虽然毛主席之前 也知道 农村的经济情况不好 但是听到 毛泽荣反映的真实情况 他的心 依旧充满了 沉甸甸的难过 毛泽荣是个 执心肠的人 有什么话 从不藏着业症 毛主席很喜欢 他的性格 为此毛主席 嘱咐他回到家后 要经常给自己写信 反映农村的情况 毛泽荣一口答应了下来 然而 答应容易 真正写好这些信 就很难了 毛泽荣没有文化 有些情况 想要写信反映 但却不知道 怎么措辞下笔 只能找人代笔 几年下来 毛泽荣反馈的情况 越来越少 有效信息也不多 除此之外 毛泽荣还因为写信反映 得罪了不少人 这时 1959年 毛主席回到韶山 访问与老乡 会面相聚时 工作人员 都没有让毛泽荣 前去参加 鄙视的毛泽荣并不了解情况 还以为是自己写的信不好 让主席对自己 产生了一些意见 所以也不敢再写信了 怀揣着这样的误会 毛泽荣在1962年的冬天 再次来到中南海 与毛主席见面 此时的毛泽荣 稍显拘谨 不问主席 叫三哥 也不敢多说 农村的具体情况 只是一个劲的 说自己的家庭困难 对于堂弟家里的困难 毛主席很是挂心 但是当时整个国家 都处于困难阶段 毛主席也不能 对自己的心计搞特殊 在此次 毛泽荣返乡的时候 毛主席给他拿出了200块钱 特意叮嘱他 泽荣 你年纪大了 在外面走动 不方便 我工作也忙 今后要是一般情况 不要来北京 毛主席做出这样的决定 也是出于对堂弟 和国家的双重考虑 一来 毛泽荣年纪大了 且患有眼疾 从老家赶来实在不变 路上多有波折 二来 虽然主席明明禁禁 亲人来京搞特殊 但是毛泽荣每次来京 还是会动用国家的人力物力 那时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都不太好 毛主席便从自己身上 做好节约这门功课 倘若亲人真的有家庭困难 他便自掏腰包 进行资助 但是不再让亲人 刻意来京一趟 担心毛泽荣 不能够理解自己的良苦用心 毛主席还特意让他 将一封信 交给杨林乡公社 信上只写着一句话 今后毛泽荣来京 要经过我的同意 然而 毛泽荣既不识字 也不会擅自拆开 毛主席的信件 所以他并不知道 主席的这一规定 依旧在64年 65年 以及67年 来到公社 开具去往北京的介绍信 几乎自然 是被公社 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 1968年的时候 公社换届 新来的领导 并不知道这一规定 所以当毛泽荣提出 要去到北京 想开介绍信时 他们便直接开具了 有关手续 然而 毛泽荣来到了北京 却因为没有提前通知毛主席 未能与毛主席相见 只是在招待所待了几天 就回去了 自1949年 以来的20年时间里 毛泽荣六次 被主席拒绝上京 仅仅与主席三哥 见了四面 但是这些 并未对两兄弟的感情 造成影响 此后的几年时间里 毛主席和毛泽荣 依旧保持着通信状态 每年都会给他寄来200块钱 时间一天天过去 一个消息的传来 使得毛泽荣 再度产生了 去北京的想法 1972年秋天 毛主席生病卧床的消息 传到了毛泽荣的耳朵里 此时的他 焦急万分 颤巍巍地来到乡里的公社 对公社负责人说 我今年75岁了 身体也不好 主席三哥也79岁了 也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情况 但凡我们中间 有一个不行了 这一辈子 也别想见面了 就让我再去一次北京吧 面对这样 同样年迈的老人 公社负责人 无论如何 也说不出拒绝的话语 很快就帮他办好了介绍信 快要到达中南海时 毛泽荣的内心充满了忐忑 他不知道 三哥的身体究竟如何 更不知道 主席三哥是否想见他 自己这样来了 会不会惹得主席生气 谁知 等到他见主席时 却被主席三哥的反应 吓了一跳 只见主席 一把攥着他的手 热切地对他说道 泽荣 你怎么这么多年 都不来看看我呢 毛泽荣 看着已然接近80岁的 主席三哥 问出这样的话语 内心里留存的疑惑 仿佛一下子就消失了 他随即回握住主席的手 再度问主席亲热地叫起三哥 眼见着毛主席一身病痛 仍在坚持处理工作 毛泽荣在心里愧疚地想到 如果早是这样 就该早点来北京 看望毛主席 人一旦上了年纪 就容易想家 连叱咤一声 英明睿智的主席 也不能罢免 自从毛主席生病后 他就经常对身边的人念叨着 怎么连乡亲们 都不来看自己了呢 任谁都能看出来 其实主席那个时候 很是盼望亲人 能够来到北京看望自己 哪怕只是 喇喇恰常也好 然而国家的经济困难 主席为了全局考虑 便不愿意 为了亲人上京 一时动用人力物力 同时 他身为一国的主席 每日都要忙着处理家国大事 要回老家 更是一件难事 一来二去的 老家的亲人们行动不便 岁数增长 便也不再前来 毛主席只能默默等待 好在等来了自己的堂弟毛泽荣 兄弟久别重逢 自然要说上好多的提及话 毛泽荣很是担心主席三哥的身体 总是劝他要多加休息 以养病为药物 毛主席对此很是感动 但也坚持着继续工作 还和他谈起 要发展国内的生产力 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 毛泽荣听到主席这样说 便明白三哥的内心 永远装着的是祖国和人民 1976年 毛主席逝世 毛泽荣随省委 瞻仰毛主席 宜容代表团来到北京 与毛主席的遗体告别 他哭得很是伤心 始终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语 在毛主席的号召与影响下 他的至亲家人 大多都在革命战争年代 为祖国和人民 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这是一个值得敬佩的家族 毛主席是重情重义之人 他更是一个 一心为国为民 心怀苍生之人 他从来没有借助权位 为祭谋私 而是思虑周权 严守原则 将所有的一切 都奉献给了国家和人民 仅以此篇 向无私无我的伟人 毛泽荣主席致敬